我是Alan,是一名調酒師 我是楊仁慶,我是一個溜溜球的表演者 我是吳永仁,富邦勇士的助理教練 我是Andy,我是一位髮型師 最美好的事物其實來自於內心裡面 最重要的那一塊 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台灣人有的時候土生土長 在台灣這個土地生活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對很多的台灣本身有的原生種風味其實是陌生的 這個讓我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說我可以把這些風味給蒐集起來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自己的人 讓台灣人可以更了解台灣這個風土的風味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40杯裡面去挑選了各個海拔的不同的食材 然後去詮釋出海洋、平原、山坡、縱古到山頂 其中我們就選了三杯 分別代表了海洋、山坡到山頂 這樣子 因為你好奇 你好奇它在嘴巴裡面咀嚼過後的風味 你好奇它在嘴巴裡面的口感是會色、會苦、會甜、會酸 那其實當你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好奇的一個起點的時候 你就會去不斷地去狩獵新的靈感回來 這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 那那些細節你蒐集起來以後 你可能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風味筆跡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風味筆跡 你就可以重新的排列組合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架構 一個風味架構 那之後可能就會在你往後的調酒作品啊 或者是你之後要做的一些風味啊 去得到一個很好的運動 因為有的時候我的穿著如果假設太簡單 會讓人家感覺到太保守或單調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給自己有一些配件 比方說一些眼鏡啊 你知道調酒很多的時候是 你只要點綴一點點東西上去 就會差很多 其實我覺得眼鏡跟這個有點像 就是你只要點綴一點點上去 假設你只是一個素T跟一個Buck 但是你戴個眼鏡上感覺就不大一樣 每整個人給人家的感覺跟氛圍氣質就差很多 我是Alan 是一名調酒師 透過觀察世界的不同角度 藉由調酒 讓人們感受到不同的生活體驗 我是楊明慶 我是一個溜溜球的表演者 2015年的世界溜溜球大賽 在日本東京舉辦 然後他有個組別叫做地球自轉的項目 然後我就決定我要去參加這個組別的比賽 然後最後呢我打敗了世界各國的選手 以29分45秒的成績 拿到了第一名 然後拿到了那個第一名的獎牌 我覺得這個獎項對我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我的第一個溜溜球的招式 看到的就是地球自轉 然後我學會的第一個也是地球自轉 然後沒想到在十年後 然後我今天也可以以這個招式 拿到世界溜球大賽的第一名 我覺得我人生沒有遺憾 比完賽之後回到台灣 就開始去很多地方表演啊 或者是演講啊 然後有一次到台南表演的時候 其實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我爸爸會偷偷準備那個小紅包 然後請旁邊的朋友幫忙打賞給我 然後假裝我人氣就是很好很好這樣子 其實當下是蠻感動的 他其實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在鼓勵我 然後給我一些動力 以前都是唯一個人在練習啊 可是現在有了家人之情 也變成我更大前進的一個動力 其實關於穿搭 我喜歡就簡約一點的風格 越簡單越好 因為我很想要給別人家一種 那種乾乾肌肌的感覺 衝到眼鏡可能因為我平常穿的很簡單吧 這個時候反而再搭配一個眼鏡 會給人家一種不一樣的落差感 所以對我來說 眼鏡帶的舒服非常非常的重要 總之我覺得自己的簡約穿搭風格 然後能夠搭配一個適合的眼鏡 會提升一個不一樣的形象感 我是楊元慎 我是一個溜溜球的表演者 一顆小小溜球改變了我的一生 不是要當最厲害的 而是成為無法取代 我是吳永仁 富邦勇士的助理教練 我退休轉任助理教練 差不多五到六年了 就從球員身份轉換成教練 我發現是一個全新不同的一個面向 球員跟教練其實就是完全兩個不同立場的身份 那球員的話相對其實比較單純一點 首先要專注於在自己的本分上面 或自己的角色上面 他通常會跟自己對話 然後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那教練的立場就會變成說 他是要打開所有的視野 然後縱觀整個球場上的局面 所以他要跟所有的團隊 所有團隊裡面的人呢 溝通 然後讓所有團隊裡面的人呢 都清楚知道他想要下達的命令 或是戰術是什麼 是比較算是往外的 那球員呢是往內的 其實這兩種是非常不同的定位跟角色 那其實籃球就是這麼奇妙 這麼有特色的運動 因為每個觀測的面向 每個需要focus的面向都不同 但是他們卻是凝聚成一個團隊 那這個東西做得越好 這個團隊就會越緊 所以籃球是 這個團隊的運動是非常吸引的 富房其實在霹靂已經 達成了一個三連發 非常難得的一個經歷 然後也建立了自己的往常 其實每一年呢 我們都把自己視為一個挑戰者 因為每一年都會有一些 很強的對手出現 這也是我們每一年 給我們自己的一個期許 平常的穿搭 如果可以的話 都是走很休閒很舒服的風格 然後也是盡量就是簡單 就是不要說很多花色 很花巧 除了衣服的穿搭以外 眼鏡現在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搭配 因為我以前沒有禁食 然後後來 後來開始散光 因為其實禁食的時候 戴了眼鏡以後 其實很多好評就出來了 可能比較看起來比較斯文 還是比較聰明 對我覺得眼鏡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棒的穿搭 我是吳永仁 富邦勇士的助理教練 我始終確信 籃球夢想 一直在我的生命當中 我是Andy 我是一位髮型師 大概我記得大概在民國 83年那個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客人 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就問我 他們有一個 香格里拉的飯店 其實就是現在的遠東 遠七百貨 遠東飯店 然後他說 他這個會是台灣最高端的 飯店跟商場 所以需要一個很高端的法廊 後來我就看完整個環境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很適合 我就在這個地方決定 又打造一個在台灣最低端 最高端的法廊 其實我們非常謝謝 朱寶玉的幫助 我們開幕的第一 開幕的時候 他很多朋友 都來跟我們做檢查 很多媒體就大肆報道 Eros 然後在那個時候還非常 其實很轟動的 對啊 原來這一次我們Eros 就開始接觸更多的一些工作 演藝圈的明星啊 雜誌啊 Fashion Show啊 就知名度就一下就整個打開 然後開始就越來越多 台灣的消費者知道高級的法廊 跟一般外面的法廊 的差異性在哪裡 我最重要的配件 不會缺少一定是眼睛 對啊 因為第一我近視 第二我覺得眼睛 會對我來講 穿著打扮的時候 不同的眼睛其實大起來 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重要影響 別人看我的那個感覺 我們千萬不要低估自己 可能小小的事情 可能會影響一個巨大的改變 我是Andy 我是一位髮型師 最美好的事物 其實來自於內心裡面 最重要的那一塊